我就是你大哥 你就是我二弟 看到开头这一幕啊 我奉劝所有各位 千万不要贪杯啊 因为啥呢 我文龙平时很少喝酒 走软了这小酌以后 也是属实喝多了 拉台车 拉个机会 事情是啥样事的呢 这一喝多了啊 喝到第二天 这下下午才催醒 我这八轮来八轮去 我这哎 醒了 该醒醒了 喊三四遍也不且呀 这家伙 我这幽怼幽怼 你赶紧 一出客厅也是美了 我现在也是跑哪儿 现在呢 我又 表姐我是真没看清 你能相信我吗 我真是清白 因为啥 当时我就看刷一下的 确板 别的我 我啥我也没看清啊 我我真没看清 真的 啥没看着啊 啥没看着 他喊了我一声 说有没有衣服啥的 给我拿一套 我说有啊 但是这回呢 角度啥的 我掌握差不多了 这属实看不清了啊 我真尽力了 你还真没说 又来穿这套衣服 真挺好看的呢 又来我说了一话 说走啊 咱俩去买车去 我说干啥去 买车 我说买啥车啊 他说昨天晚上 你不答应我的吗 说咱俩又拜宝伯 又海誓山盟 又一生一世的 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我就是你二弟 我说啥是我的事 又来说你别着急 我这都有证据 我说我答应你买车了 我说我说你 你是没醒酒呢 还是我是没醒酒呢 又来说你别着急 我现在手机给你拿准看看 你看是不是你说这话 老铁嘛 我现在我 我看完这视频 我都蒙去买了 我都 喝酒 拉个几婚 现在 现在可得咋办呢 现在呀 哈哈哈哈 哈 你这玩意们不存扯猫溜吗 把门关上去 这点啤酒喝的 喝不了 这酒 这酒要你喝的 喝不了酒 我答应你也买台车 凭什么喝不了酒啊 今天我罐多了 倒了 还有多些了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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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优勒今天 今天算什么你给我挂着我今天 嗯 今天我实在给我 我必须放手权我 今天 我多了不说优勒 我说 以后 我就是你大哥 你就是我儿子 你想要啥 你想用啥 你就知事 你什么 你说 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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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什么 你什么 我说 你喝多了 现在又喝多了 我说 你什么 你什么 好好 对 你去車上车人吗 对吧 新闻新闻 你缺了这 Nyota 你缺了那小姐 员那是工具 对白瓷 我们吃看看 咱们喝个吧 我喝了 这都喝了 把门关上去 这点啤酒喝的 喝不了 这酒 这酒要你喝的 喝不了酒 我答应给你买台车 我俩这不拜宝了吗 我要不给他买 我怕他哭啊 我说多大个事啊 不就一台车吗 哭啥 别哭了 穿衣服走 买一下 今天俄罗斯 叶卡金的博嘎嘎冷 零下35度 他穿像老太太似的 先来给我伤心的品牌 雷克萨斯 叶卡金的博店 走 为什么雷克萨斯 是我伤心的品牌呢 就是因为我曾经 有一段恋情 也给他买一辆雷克萨斯 今天站在我面前的 这两辆雷克萨斯570呢 说实话 价格要是在你们心中 那是真便宜啊 那刚多钱 那刚起步十个达不了 但是俄罗斯雷克萨斯 两班们啊 一个柴油版 一个汽油版 真便宜 我问了一下销售 我说有没有其他系列车的 你这不干站着呢吗 你这570也太贵了 销售说其他系列车都卖没了 这武器呢 我已经讲老铁还打折呢 然后来趟隔壁 他大哥家 丰田家 就在门口这仨开门位了 多一辆都没有了 屋里一辆现车都没有 我问一下销售 我说咋没 他说我都不往屋里开了 就往屋里开 还得开出去 卖的是相当货 我说又得买丰田德 又得说我不要 我去奥迪 然后晚点来趟奥迪4S店 个眼睛回头瞄着我的 怕我跑了 进屋以后呢 就各种看看 看看什么A5啊 A4新款的 你比如说这小伞 还挺骚气的呢 这车你别看哦 这车太贵了 离这车远点的 S6是能找 趁右里稳的看车的时候 我跑个销售顾问跟下 我问问他 我说哥们 我说你这鸡头白脸 买个车多钱 他说哥们 你说什么意思 没听明白 我说就你这车 有没有稍微便宜点 他说有 我门口有一个试价的 2018款A6L 你有没有兴趣 我说是价格 只要美观的话 我说我都有兴趣 我说我不建议 他说那走吧 我另去看看 这车呢 准新车 没有过过户 都是我们公司的 到了门口以后呢 他要我们参观一下 这台车 这个车呢 什么什么夸车 什么烂糟的 我估计应该是 都给上上了 这配置比较高 什么溜水大灯 什么什么 自动感应大灯 啥都有 我说这车价格啥的呢 他说这个价格呢 因为他没过过户 公里数呢 还比较少 因为多些公里数呢 应该是5000多公里 内饰呢 也存存嘎嘎心 这都是我们4S店 这个自己 自己就是试驾的 车绝对是没毛病了 就看这小价格了 能不能讲一讲了 颜色呢 属于小咖啡萨的 这小流水大灯 是真漂亮的 优劣是西红丸了 坐火这儿 是坐火那儿 我说你别坐了 考虑考虑吧 赶紧走吧 铁铁们 这车怎么办 是买是不买 优脸今天又被我感动鼓的 事情是啥啥啥呢 我跟你们说一下吧 这不是前天还有一些喝酒拉个机会吗 答应给优脸买奥迪 优脸看完这个车非常稀罕 现在都不行不行的了 看完车当天完了没定 回家了 回完家以后呢 我偷摸跑出去去了 你去趟奥迪斯艾斯店 当我回到奥迪斯艾斯店 我又找到这哥们呢 我说刚才那也遛的 我要了 这哥们把他能够拿 就是你交钱就行了 站起来以后说我令你再看看车 车不用看了 车我直接订了 这可能全世界4S店的规矩 油表永远都到地儿 坐着4S店以后呢 直接到加油站了 把车直接加满 旁边还一台一期的 把哥俩今天当天一起提的 二岁 提完车以后呢 我给优乐打个电话 我说今天晚上给你个惊喜 咱俩晚上一起去高层吃饭 今天天眼是属实太冷 穿的又像像老太太 你还别说 这前台这几位小姐姐 长得还真挺好看的 这点鞋 上电梯的时候又来给我说句话 说一卡金城堡这个高层 那餐厅我第一次来 多少内心有些紧张 我说你紧张什么玩意 玩犊子跟我走 坐就完了 造他 一卡金城堡这座城市呢 是位于俄罗斯中部 也是位于这个欧亚分析线 所以说夜景非常漂亮 又得开始点菜了 总的问我说牛排你想吃几分熟 我说你给我来一分就行 当时服务员也干猛了 一分能吃吗 我说你来生的都行 你给我整就完了 我上休日间回的时候 优雷今天给我偷拍的 你别说 这小伙真紧张 真帅 这要白身上穿 唯独一点就运运好 整个转发的 我这一看夜色已晚 我跟优雷开个玩笑说 我说优雷今天我给你准备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礼物 也是一个惊喜 在这时间之内呢 我希望你把眼睛闭上 我说优雷 我在中国的时候很思念你 也很牵挂你 听闻远方有你 我东身跋涉千里 虽然我未能陪你走过很多的路 但是我今天我送给你这个礼物 希望以后 他伴随着你 走过咱俩没走过的路 优雷当时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非常激动 也非常开心 他在第一时间说了一句话说 是不是打虎鸡呢 我说一会咱俩笑了咱看一看 他说如果是真的我不能要 我说优雷你必须收下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孩 我说今天无论如何你都不许哭 但是优雷今天没有做到 也许这是开心的眼泪 也许这是喜悦的眼泪 望着窗外 我想家了 新闻远方有你 东身跋涉千里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拥 我踏步你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相逢 我还是喜欢你 像太阳生气 正朝夕 我还是喜欢你 我还是喜欢你 像胸臣